当年日军向这个地方连续发射了13枚炮弹 但是没有一个想的 全部变成了亚弹 然后都说是老子显灵了 这个事情至今都无法用科学解释 都说科学的尽头竟是玄学 我们今天来到了老军台这里 然后我们去见一下道长 让道长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走吧 我们现在去找道长了 你从第一个台阶上来 数一下 你猜有多少个 33个 你咋知道了 我猜的 对 一共是33个台阶 然后刚好符合道家的33重天 然后老子的这个店刚好是在上面 意思就是老子已经修行到了最高的境界了 我感觉这个地方好神奇 在下面我感觉还热 因为上来一股线 突然间都吹过来了 对 好神奇 我们稍微等一下道长 道长 我今天过来了 想问一下您 就是我们老军台这个事情13颗炮弹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是真实存在的 真实存在的 对对对 不是民间传说 不是不是 你可以看到 现在炮弹还在这树上 这个是其中的一颗是吧 对对对 它不会爆炸吗 不会因为我们后期武装部已经把引线去掉了 还有包括墙上你看所有发红轻的地方都是当时炮弹打进墙水平的 那些都是了是吧 那些发红圈的都是 123456789101112 但是12颗 但是一共12颗 一共是13颗 一共是13颗是吧 对因为我们最早发现的确实是12颗 我们前些年因为老军台这个下大雨 我们西南角财神殿的后面踏了一脚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发现第13颗炮弹 因为当时那个日本那个炮手梅天太阳来的时候 他说了是13颗 但是我们确实只找了12颗 后来我们在墙体找到了第13颗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河河边正常引爆 我们有视频 炸了很大的一个村 它会爆啊 会会 那正常引爆 那也就是说当时在射到这边13颗没有一颗爆的 没有一颗爆的 然后其实其实它是没有说是坏掉的 还是说真是不易爆 因为当时它不是一气地打了13颗 你看我们老军台的第一位置 我们在这整个路易县层的东南角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原来老路易县层的城墙 他们是从东边过来之后 他们就认为这可能就是我挡了这个 导望台 导望台就是基地 然后他们就当时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南边的奎兴楼 他们是先打了几发在老军台没有炸 就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炮弹有问题 就扭转炮头打了奎兴楼 奎兴楼炸了 一下子一个炮弹 然后又扭转过来打老军台 总共打了13发 然后都没有炸弹 这个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解释 对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老军台最神奇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来验证了一下 这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情 你看看大家都在这乘凉 很凉快 这个地方我感觉就是天然的空调 嗯 啊 对到早上说这的就是 都是这常常的炼丹的炼丹炉 在这上面放着的 这是葫芦是吧 葫芦 这个也叫做好运石 我发现今天跟着孙老长学了好多指示 我们刚才让大家看到那些珠子呢 全部都是在大殿上供奉着的 等我们吃完饭再去 我们今天中午在这边吃一些简餐 看起来好美味 这馒头是 馒头都是我们的善信 供奉老人才的 全部都是供奉的 然后这些蔬菜呢 都是我们自己自己种 自己种的 我今天吃的是纯绿色 绿色蔬菜啊 感觉味道已经挑出来了 好香 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了 今天特别感谢到着我们宽带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之后 去面把那个供奉的珠子取回去 我现在已经把在上面供奉着的 手块以及珠子全部抱下来了 给大家看看都有啥 找个合适的位置 在这儿吧 这个虎有点大别给吹飞的啊 嗯 看到这一包犬是我们刚才供奉着的绿器男手团 然后这个是 哇 这个也是绿器男手团 这个是男是可以带的啊 嗯 这种呢 张起来还有一些素圈 这些珠子全部都是也供奉过的啊 珠子啊 还有手持 这个好看呀 看看这个手持 实在 好好看是吧 再给你们看看下面还有啥 下面还有一些老山团的手块 这个 和陈玉这个绝美 你看 怎么样 这个 嗯 好看 其实下面还有好多呢啊 老山团的啊 还有齐男的啊 这都也 算了 盖着吧 别给吹飞了 今天收获满满 又是开心的一天 欢迎大家都来老军台哦